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寻生命的长河 墨尽的卑微有时悟空 就算生不予但侧月 要但风云变色 遥遥云归系 听故事把旁风雨 已复刻地过日不落 相声平顺应 何必行动 寂寞真心 欲火争气 明知莲花残没 江湖难忍脱 谁晓得该怎么说 固执和洒脱 都唱过 你改天地月 一朝一时的传说 深思考 身间震道 非传说 陈等无能 暂时没有查到 陈长生等人的下落 陛下 陈长生一向狡猾 有精通阵法 他真要是躲起来的话 确实很难找到 也不能怪你们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从面前逃走的 可是朕这个英明神武的 大周圣后 神武能 还望陛下息怒 秋山 如果你是陈长生 你会怪朕这个母亲 冷血无情吗 母亲 陛下 你是说陈长生 是太子吗 你说呢 臣以为 陈长生不会责贵陛下 所谓雷霆允路 皆是君恩 陛下是天下之主 是事 此人以天下为主 莫于你说呢 臣以为 会恨 说 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如此 母爱是最宝贵的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 最宝贵的东西 就不可能 会毫无怨恨 是啊 你 怎么可能毫无怨恨呢 退下吧 朕这是怎么了 星辰 只要有了星辰 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果你是陈长生 你会怪朕这个母亲 冷血无情吗 陈长生居然是太子 怎么可能 若我是这样 圣后又怎么可能 真正恨下心来对付他 难怪他回来后 圣后的态度转变那么大 如果这位太子 说我是杀人犯 圣后会相信我 还是他 有啊 六 十六 十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你是不是又偷偷跑出去了 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你明明是妖族公主 却因为我受了那么多连来 吃了那么多苦 我这个师父到底太不称职了 师父你别瞎说了 你快吃一个 怎么样 师父 怎么了 师父 咳咳 长盛 他生了什么事 我刚给他吃了一个麒麟菇 他本身体内就人缘狂暴 麒麟菇又是大捕之物 就等于是火上浇油 难怪他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 这不怪你 不过 你不是跟我说过 神女已经治好她的病了吗 怎么还会这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那个时候是你跟我说是真好的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不是你的错 错对错在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只有你一天改命 才能痊愈的绝症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治好 那现在要怎么办 我已经给他吃了一颗养心丹 暂时没事了 只要能持续服用 就可以维持一阵子 只是 怎么了 我只剩下两颗 其余的养心丹 在我的童宫里 而童宫 却在别人手中 谁啊 秋山君 秋山君 失眠 什么人 大师兄 大师兄 你瞒不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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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嫁祸给了陈长生 当初在周园的时候 我被黑豹迷惑 丧失了心智 官师弟 官师弟也是你杀的 我 我这 我这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做才好 我真的不知道 摩擎琴你会变成这样 你知不知道 我倒是比你现在 震惊一百倍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大师兄 这些都是魔族的错 是他们用卑鄙的手段 迫使你做的 不是 我每天都可自己说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是因为我族利用我 我才会被他们迷惑 但我发现 这些也只是偏偏自己罢了 也许这一切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大师兄 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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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官师弟 是怕失去英雄的光环 将会给陈长盛 是因为我激怒他和有荣的感情 既许拉杀无辜 我还既许拉杀无辜 那是因为我无法控制我心中暴虐的欲望 何时 我已经不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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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 这才是真正的我了 勇气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软弱 去自首吧 还来得及 自首 不 我不能去自首 我不可能去自首 我死了不要紧 我怎么可以让离山禁宗谋休 我是堂堂秋山君 是人宗的骄傲 是离山禁宗的骄傲 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还是 你就让我走吧 让我去魔族的战场 和他们决一死战 直断战死沙场 也许只有这样 我才能挽回我自己 最后一点尊严 大师兄 尊严和道义一样 不是用来保住的儿 是要去捍卫的 你是我最尊敬的人 也是你教会了 我如何为道义而战 所以我必须抓你回去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大师兄 回头世安还来得及 还时 大师兄 不要入魔 我相信你 快使 小帅君 我杀了他你就抱我了 他可是我师弟啊 师弟又怎么样 这种时候不能心思手软 住口 韩世 韩世 大师兄 韩世 小帅君 你没有别的选择 李主控 想保住你的尊严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死 他是 我 我 别多想了 他不死 死的就是你 这世界本就物经天则 弱肉强势 李住口 你懂什么 韩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 现在我这个做哥哥的 却把他给害死了 要知道 在韩世的眼里 在这个世界上 最存尽的人就是我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可现在呢 是我 是我把一切都毁了 哭够了没有 哭够了仔细听我说 我们魔族大军 已经到了两族边境 只要拿到星图 人族的末日就到了 何去何从 你要早做打算 现在 我还能有选择吗 当然有 你可以选择做人族的英雄 毫无价值的战死 也可以选择做我们魔族的英雄 君临天下 流风万国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降魔丹 能压制你体内的魔器 吃了它 就没有人会发现了 加入我们魔族 你跟我 会有更好的未来 青山局 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 爱一个人 会让他疯狂的 放弃一切 也爱过 所以你会明白的 对吗 我们不一样 我们没什么不一样 人族不给你的 我们魔族给你 我会不惜一切地帮你 等你攻城明咎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转变心意 我就不只爱你了 你是让我彻底加入魔族 你没有退路了 有些路既然选择了 就要走到底 等他到星图 我会求师父解除 对你的控制 让你在我们魔族称霸 带领我们成为大陆的王者 你看我这把剑 锋利无比 确实 三师兄 你看到二师兄了吗 没见着 没看到 你呢 二师兄 没看到 改日啊 我可以帮你指点一下 小九 你看到二师兄了吗 二师兄 从昨天起就没见到他了 应该是出去了吧 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现在必须拿到同工 才能稳住长生的病情 秋山君啊 单打独斗 谁都不是他对手 要从他手里抢东西 和老鼠去给猫技铃铛 没什么两样 要不 咱们去偷啊 一样的 只是难度变成了小鸡 去给黄鼠狼拜年 那怎么办呀 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当然不能 长生 七剑师妹你也来了 七剑发现韩师兄失踪了 他怀疑和秋山君有关 你没事了 还好 吃了有容给我的养心丹 应该可以撑几天 我们一定要从秋山君手里 拿到同工 还要问到狗韩师的下落 又拿又问的 他要是真有那么好说话 就好了 其实不难 只要我们能够揭穿 它是魔族间隙的事 我们就可以 化被动为主动 无论是取回同工 还是找到韩师兄 都会容易得多 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 这确实是个难题 生后 对秋山君信任有加 我们又被通缉 如果说 神都内 还有谁适合做这件事 就只有一个人了 你说 墨宇 谁能明查暗房 唯有墨大姑娘 七尖姑娘 真是稀客呀 你找我什么事啊 其实想见你的不是我 那是谁 那是谁 墨宇 有容 有 你让我去监视秋山君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 可是圣后身边的红人 他身后还有整个 离山剑宗在长夭 这无缘无故的 我干吗要监视他 好茶 你不会是以为你真的吃定我了吧 你猜得没错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徐有容 你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个逃犯啊 逃犯你知道吗 还以为自己是圣女呢 那么神奇 我相信你会这么做的 因为你喜欢怀疑别人 你不相信这个世上有完人 而秋山君 不正是你最好的目标吗 我确实早就开始怀疑他了 不过你说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完人 你就错了 有吗 有啊 就是你啊 天下人敬仰的圣女 我跟你相处这么多年啊 我真的没有发现你身上 有一点点的瑕疵 太过完美就是虚伪 我可不要成为最虚伪的那个 可惜啊 男人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女神 高贵 美丽 冷静 强大 你干吗 你现在可是有求于我 来来来来来 来 你看 这样就有点人趣了吧 你放心吧 秋山君这事交给我了 如果他真的是魔族的奸细啊 肯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喝茶 这位就是离山剑宗最出色的弟子 秋山君呢 果然是英俊不凡啊 不愧是我们人族的少年英雄 是啊 抢劫了 抢劫了 打得好啊 好 好 好 来 看一看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公子 哥哥 你是大好人 这个给你 大小都有 颜色齐选 谢谢 我们再去买一个 好 你看看 大师兄 不要入魔 我相信你 我是好人 不 我 我不是什么好人 来客官看看啊 有需要随便挑 都是好东西啊 大家随便看啊 据属下观察 秋山君的确有些异常 此外 狗寒食忽然失踪 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不过只是这样 似乎并没有办法确定 秋山君和魔族有关 你可还记得当时 魔族杀手用的是什么功法 记得 是离山功法 大人 您是说 有什么比抓个正着 更有说服力的 去 给我死死叮嘱秋山君 是 大人 大人 果然出现了 小心点 他可是巨星镜的高手 怎么不动 金蝉脱鞘 大人 怎么办 追 肯定在这附近 是 追 秋山君果然好兴致 大半夜了还出来杀人 你 对 对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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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山 有 什么 有 有 各 算了个总益 沐宇大人 我想你欠我一个解释 公主 您吩咐的事 已经办好了 这次过河 相信没有人在怀疑 秋山君了 公主这么为她着想 她一定会感激公主的 我们魔族迟早要一统天下 秋山君是人中英杰 她一定会跟胜利者 站在一起的 无闹 秋山朱魔无数 怎么可能是杀人凶手 你掌管秘位多年 怎么得出这么荒唐的结论 臣只是根据现场留下的线索 得出的推论 臣的职责所在 必须要查清楚真相 臣斗胆 查验秋山君 体内是否有魔器存在 陛下 沐宇大人也是一片忠心 臣愿意接受测试 好 秋山不愧是光明磊落 来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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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的能压制你体内的魔气 吃了它就没有人会发现 启禀陛下 秋山军体内并无魔气 好 臣惭愧 一句惭愧就够了吗 从今天起 你掌管的秘位 暂由秋山掌管 专门负责抓捕陈长生一行人 下去吧 是 我要看到 陈长生好好地站在朕面前 臣孙旨 从今天开始 给我全面监视所有和陈长生 徐有荣有交往的人 不管是谁身居何位 只要有嫌疑 一概不许放唤 那沐宇大人呢 我说了 不管是谁 是 是 去吧 走 走 尘长生 你究竟在哪儿 这棵树 这棵树 就要枯死了 你究竟在哪儿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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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认识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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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也是 只是 不知道那个时候 我又会在哪里 自然是和我在一起 如果有来生的话 来 少林 兵部情况如何 兵部的左侍郎 已经换成了我们的人 只是李尚书太过精明 很多事不好做得太过明显 是否要将他除掉 李尚书是圣后的得力之人 妄动只会引起圣后的警觉 羽林军那边呢 羽林军 帝级军官 有四分之一都是我们的人 只是那些将军 都是皇亲国戚 很难收买 足够了 那些人本来就是久能犯呆 只要我们消灭他们之后 迅速掌控羽林军即可 你最近表现很好 扶蛇就需要你这样忠心的人 是死交通扶蛇 圣后如今迷恋星阵 人心见尸 正是我们扶蛇成就事业的 大好时机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乱了针灸 是 首领 最近魔族大军有聚集的迹象 静置就要南下 是否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无妨 无妨 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魔族也好 妖族也罢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全部都是蝼蚁 只要我们掌握了星阵 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可是星阵 依然在圣后的掌控之中 现在的他 已经渐渐被星阵所迷糊 失去了执掌天下的资格 如今他昏庸残暴 民心已失日 这大洲的天下 人族的未来 应该由我们扶蛇来守护了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二师兄的 你看见他了吗 韩石应该是出去办事了吧 我这两天都没有看到他 怎么 你找他有事 我没事就不能找他吗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的二师兄 你现在已经不在 梨山建宗了 你二师兄和这梨山建宗 都跟你没有关系 等一下 二师兄不在这里 我已经问过 其他的师兄弟 说是都没看见过他 说他是忽然消失的 难道大师兄 就不觉得可疑吗 以韩石的修为 即便是遇到魔族的人 他也能应付得了 用不着你操心 那就奇怪了 二师兄明明跟我说 他是来找你的 算了 我再去别墅找找吧 我不想他再出什么事情 vy红山建宗的 希望你不要再逼我 避陈丹琉璃境 金叔叔 你带这么多东西干吗呀 我们是去避难 又不是去郊游 万一要被盯上的话就糟了 殿下 放心 我们妖族好歹在神都 也经营了多年 要是送点东西 都能让人发现 那不是白混了吗 对了 怎么没看到唐三十六啊 他去哪儿了 他呀 好像偷偷溜出去了 说是要去地下方市打听消息了 金叔叔 现在外面的形势如何 息事遭透了 墨宇想抓大师兄的马脚 结果失败了 被生后责骂还被夺了权 现在所有的秘位 都在大师兄的掌控之下了 什么 这 这连墨宇姐姐都搞不定那秋山君 他怎么那么难对付啊 要是这么容易对付 就不是秋山君了 有人潜入 去间 你一定被人盯上了 我们快走 风中路口 一个都不许放过 是 我去哪儿 是 那也蜂宇想要是 到哪儿 就带我来 你那游戳 你还要是 被人 greet 你尸戏 那才有了 不能再允许 你二十准 谁 你自己的 导致 你自己的 好 好 所以我在想啊 二师兄 会不会来这儿寻宝了 你别较病了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陈长生他们 就躲在这里 这是圣后所赐的摩羯罗 专门寻找用阵法隐藏的人 只要对方在唐家 他就不怕找不到 给我搜 你还能找到 啊 我只能不能 他们在里面 我会把你放到 你还能找到 你还能找到 我还能找到 你还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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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知道大师兄的这些鱼 能不能帮我找到二师兄 找不到二师兄 找到宝藏也行啊 我们走 大师兄 你别走啊 你找到二师兄 记得告诉我啊 你会找到二师兄 都要reas 你一切都要勉强 对 你的肩子 我最后得了 冰咖啡 我最后得了 做成一个肩子 那些肩子 如果你要不要 您已经有了 做成一个肩子 高级 开 的 你 收 还好先生高明 提前在唐家外面 设了一个隐形阵法 不然我们就糟了 要感谢洛洛的千里纽 没有他 我们也无法及时逃走 殿下更高明 还有你说呀 走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秋山军虽然撤走了 但我们并不知道 他有没有留下人手 暗中监视 是啊 所有的地方 他都派了人监视 你们说 教宗那里 他敢不敢派人监视呢 不会吧 教宗地位那么高 他有那胆子呀 对 那我们就去离宫 躲一阵子 只是我们 还需要通知三十六医生 先生 要不我去吧 我目标小 不容易被发现 开玩笑呢你 这么大一块还目标小 也好 让轩园去坐吧 小心点 你路上小心点 殿下放心 轩园在我们这些人里 修为不高 脑子也不算聪明 但是想为大家出力的心 是一样的 这儿 师父 怎么样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颗 阳心丹 没事 放心吧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苟寒石 不知道它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先照顾好你自己 再担心别人好不好 新教室 教宋在等你们 你这个孩子 就是不让人守心 你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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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海中的频率 刻画的是你 深情我笔中涟漪 思念的轨迹 一点点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它牵引 每一次经历 像长文清晰 你在掌心握涌 温暖呵护着你 爱注定相遇 像那星光合影 陪着你 翱翔在心迹 这一生的使命 我用爱选择结局 直到银发亮明 就算再看不清了 爱的花里 未来的天意 让未来决定 累积所有幸运 曾经你的宿命 相依偎的心 有你会更坚定 再不怕命运被清晰 若时光送去 若你不再是你 我一定还会爱上你 啊 初天相遇 你会更坚定